原标题 俄罗斯民调显示 老百姓对普京的满意度达到2019年新高级两日来 位列俄罗斯三道民调机构的民意基金会与全俄社会娱乐研究中心 接连发表了俄罗斯最新的民意调查数据 机结果显示 与之前几个月相比 俄罗斯民众对普京工作表现的满意度达到了2019年的新高 其中民意基金会的调查是于2月23日至24日进行的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公布的 则是2月18至2月24日的民意调查数据 俄罗斯民众在民意基金会看来 普京当前在俄罗斯的支持率为46% 与之前一周相比 并没有明显变化 俄罗斯公民对普京的信任度达到58% 与上周相比略有提升 而对普京工作给予积极评价的民众有61% 对景气的普京而言 这是比较如意的结果 而全俄社会娱乐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 尽管俄罗斯百姓对普京的信任度稍有下滑 从上次的33.5%降至32.8% 但对普京的工作之满意太多的民众 由62.6%升至64.8% 这一数字达到了2019年的新高 国情资文 当然,普京之前主持的国情资文 对民众满意度的提升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五分之一的俄罗斯民众认为 国情资文是近期最重要的事件 而对于俄罗斯政府不满民众的比例 已经从52%降至49% 民意基金会的数据 这说明俄民众对普京在国情资文中提出的措施 持积极态度 尽管对普京满意的民众增加了 但也由仍然存在 有关老百姓对普京总统的信愿度 民意基金会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存在将近30%的差距 如果参考俄罗斯另一独立民调机构 列马带中心早前发布的类似数据 信任普京的俄罗斯人 所占比重还要更低 普京当前的克林姆林宫 需要有针对性地对总统形象进行调整 否则 普京不信任度的继续增加 非但无力于统一俄罗斯党的继续之争 还会影响到俄罗斯的社会稳定 2019年3月4日 作者 刘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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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